現在已經開始了 WINS4LIVE已經在軟體上推播我們了 好 關掉就沒有了 所以真的要開始了 好 現在時間是6點50分 然後準備開始起跑了 你看現在彩虹橋超級多人 那邊也是 我今天目標是只有8點20 就是一個致敬Kobe的一個距離 超多人的 沒有賽事我們只好了 自己跑給自己追 待會就會有手機軟體 然後他就會開始追著我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好多嗎 好多喔 我已經開始了 5 10 9 3 2 1 GO 第一公里 5分58秒 蠻準的 蠻準的 蠻準的是不是 5分58 蠻準的 不錯不錯不錯 目前現在是在 已經到了距離大概是1.6 1.65 然後我們跑到 看到敏泉大橋 但因為前面有 那個 攝影機 所以我們想說大家先拉開一點 拍照比較好看 所以現在最後一個 在追想他們先讓他們拍 好 這場比賽啊 一開始這個比賽的初衷 其實是希望可以去 呃 用這個大家的報名費 這場比賽的所有費用 都可以捐獻給這個協會 去做研究 所以這場比賽才會叫做 為了不能跑的人而跑 那 其實我參加這場比賽也已經 呃 滿多次的 所以想說 這一次 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 沒什麼比賽 然後就跟大家一起 我們使用AppRound 就是在他的軟體上 然後一起出發 但是我今天目標就是 要致敬Copy 所以我的距離會跑8.20公里 好 我們去追前面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了 快15分鐘了 14分50秒 是要跑健行嗎 要一起吶喊了嗎 要 我已經99了 快點動動啊 OK O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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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走吧 走走走 小心喔 5公里了 慢八道 我的赛道最硬 強者都會比較難的 現在已經29分50囉 終結者號要出發了 有沒有聽到發動引擎了 現在31分了 我們目前均速是5分 5分10秒左右 先逃脫他們一下 因為前面是補給站 所以我們先去補給站做一下補充 然後因為我今天距離只有8.24 等一下鏡頭往前面帶 應該可以看到採用效器就在前面 所以我要先來補充一下 喝個水 然後繼續往前面回去 水燈到了 水燈到了 好 先喝一下Red Bull 再喝水 快點 快點 其實今天這場比賽啊 我記得我在以前參賽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是蠻緊張 因為想要 你那個什麼 終結者號越來越快 所以我在上一次比賽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配速策略 就是希望不要那麼快被抓到 所以我那時候 我有點忘記了 跑有點久 然後我記得是30幾公里 但是就是希望不要被追到 然後今天這場就比較放鬆一點 因為單純就是只有自己跑開心 然後跟他們一起 重點是致敬Kobe的8.24 所以其實比較輕鬆一點 今天目標就是完成8.24的距離 雖然終結者號可能還沒追到我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完成它 OK 這一公里是 5分57秒 剛剛喝水 拖有點長 但沒關係 還是6分耶 距離我們慢八道還有1公里耶 現在才7.24 7.24 7.24 可惡我要自己往前補了 對 要到我們折返點了 太棒了 可以喝紅牛了 7.8 我要折返囉 掰掰 我要回去抽24囉 加油 加油各位 掰掰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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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 他們繼續前往奮鬥第二圈 我目標就跑一趟就好 因為我想我的APP出來是8.24 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快8公里了 8K 8K 8公里了 最後2.4 240公尺 8.16 17 18 19 9分 8.2 8.21 不能超過 慢慢走慢慢走 8.22 我們要致敬COVID 等一下就是滑動中止比賽 8.23 慢一點 再慢一點 再慢一點 8.24 現在結束 8.24公里 8.24公里 分享我的成功